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陳鑊聰 早晨 早晨 孫玲儀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聽我的影片 雙線廣播 朋友們除了在Facebook 看到我們的樣貌之外 還可以在ccradio.ca 24小時聽到我們的節目 對 Facebook怎樣看呢 很簡單 上去就是Canadian Chinese Radio 這就是可以看到我們的 現場直播 這不是說笑的 是的 沒錯 我們都收了一些香港的訊息 大跳呼 Hello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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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多些朋友 給我們一些訊息 我們有一個互動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蘇油蠟燭 很有趣 你不要以為它是普通的蠟燭 為甚麼會在這幾個時間 介紹蘇油蠟燭呢 因為其實現在疫情仍然存在 雖然大家鬆懈了很多 但是鬆懈還鬆懈 存在就還存在 是的 聽說這種蘇油蠟燭 對於一種細菌 有光鑿 我們不是用宗教角度來講 沒錯 有些人就說 如果中國教的角度 就是這叫僻邪 其實中國古代的邪 可能有時不明白細菌 或者其用 沒錯 但為甚麼要這種蠟燭 跟我們平時的teapot 蠟燭是不同的呢 因為那些是用蠟燭 這是用羊枝來做 雖然羊是一樣的 但這些是貴很多的 嘩 羊枝 是的 很多時候都會用在宗教場合上 但是宗教場合的東西 對於其他的物品 都有那個幫助 是的 所以我說不如在疫症期間 都可以跟大家推廣一下 然後大家如果需要時可以用 就是很簡單 就是將它點 我們不要點煮 點不點 其實我當然要點著它 其實就是這樣 是 點著它 因為平時普通的蠟燭 它們就有蠟 所以聞了對身體不太好 很多暗格 我們點著它 把它放在屋裡 就是找個香氛爐 你就可以等氣散一下 還有點蠟燭 也有些殺菌的作用 但千萬不要在密封的房間裡 也不要在危險的地方 因為這裡有個暴障 你在那裡燒一下就不行了 其實好像點香氛 如果你有一個 譬如說 我喜歡用香氛爐 因為香氛爐可能漂亮一點 我覺得好像安全一點 因為未必會那麼容易裂 沒錯 當它燒的時候 就可以將一些細菌 即據說 殺了 但我們一定要買正宗 不要說 以為樣子差不多 買普通的蠟燭 是不行的 因為指明蘇油蠟燭 至於買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比較 賣一些宗教物品的地方 但我們不是作於那種用途 是 沒錯 其實很簡單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一定要去搞這些搞路 這麼複雜 其實是很簡單的事情 其實很多朋友 今天看到我們的背景 覺得和平常不同了 是不是英俊一點 這個背景 就是取自於我們一個新的辦公室 在黃虎井 電梯旁邊 是 因為原來我發覺 我自己不單寫不清楚 說得不清楚 我經常都告訴別人 我們在大唐正宗 有朋友問我 那你晚上收夜拍賣 那些人偷東西 我想來想去 為何會這樣問 我又有門鎖 為何會這樣問 原來他的意思是 大唐正宗擺街邊檔 那不是的 有兩個小店 是 暫時沒有需要擺街邊檔 朝行晚察 我們其實有一個小店 兩面玻璃 這是店裏面 是 看出背景是條巷 是 是 是中環交錯 非常多的四通八達 在那邊 那邊小小 大家看到 有一個倒影 有小小的電梯 是 有電梯 沒錯 是上去二樓 是 接著 輾轉到這裡 有很大的空間 嗯 還有陽光 彩立陽光 是非常好的 大唐 你看到 是非常光亮的 是啊 其實 店鋪 在大唐正宗 真的有小的 有壓力 你知道甚麼是壓力嗎 就是 收拾的壓力 是 以前我們在旁邊 雖然都近出口 但是 不是說真的有那麼多人走 是啊 是 就是 擦起腳 摸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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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未必會被人看到 但現在這裏 是你不看人 也有人看你 為甚麼呢 在超市那邊的入口 就是這邊 這邊 一直進來就是我們這邊 如果那些人要上二樓 就要經過我們店鋪 這個店鋪是很承認的 所以桌子 人家有多條毛 人家都看到 是 因為我 就是喜歡走門口 我喜歡坐窗口邊 其實不是 是八 喜歡八 就是左右 就是做街坊的理事 是啊 就是這樣 這個玻璃 又可以聊聊聊天 招呼 人家又可以偷看 孫興兒在電腦看 不知道甚麼 沒錯 怎麼裝一下 挺好玩 好玩 好玩 好了 我們介紹完 我們這個報酬仔 希望疫情好轉的時候 多些朋友來探望我們 我現在想一些禮物仔 送給你來探望我的朋友 我想是有意義一點的東西 到時候 我們就看看這張 我們的魔術桌 我們很多東西在這裡 是啊 我們這個魔術桌是小雪櫃 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都可以找到出來 介紹完我們的小店 其實每天到了這個時間 我們很簡單地說 疫情數字 好啊 今天的疫情數字又如何呢 比昨天多一些 今天總共有361個感染 嗯 即是確診個案 361 是啊 昨天是308 差不多 我忘記了多少 大概通常 整體人數 升到 安省 就是20907人 哇 過了2萬 是啊 昨天已經過了2萬 咦 Andy Andy你好 Andy良 你什麼時候來幫忙 幫拖組的節目 是啊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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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麼 死亡人數呢 亦都是 好可惜 都是上升到56宗 整體來說是1725宗 其實呢 在上個星期呢 我已經看到一些擔心的數字 嗯 是 所以說其實那個個案數字呢 就是以上個星期計呢 是在等待著會上升的數字 會的 即是如果沒有事 你回家又養了 那便沒有事了 是 如果有事的時候 這4000多呢 是很有潛質 絕對是 是令到那個感染數字上升的 是啊 所以大家都要很小心留意 不過很可惜 另外一件事就是 那個長期護老院 護理院 就增到180間 受到這個疫情影響 是啊 很害怕 180間的數字很多 是的 因為一間有很多的長者 沒錯 所以加上的數字很多 是啊 而在大多人多地區來說 整體患者仍然佔多數 升了的百分比62.1 沒錯 與此同時呢 大家都會很關心 現在呢 即是路邊檔 就可以開 就像我們那樣 算不算路邊檔 我們在路邊 有朋友走過 是啊 打招呼 自從路邊檔開了之後 很多人都會留意了一件事 是 到底 那個數字會不會上升呢 嗯 另一方面 除了路邊檔開 很多人就說 到底餐館什麼時候開呢 小朋友 小朋友 什麼時候上學呢 是啊 福特省長就說 我們說安省來為你 下個星期 即是 接下來 應該來說 有關 什麼時候重開日拓中心 公立學校 不過他說 很強調 學校不能夠在五月份重開 不能夠在五月份 記住 不要撈亂了 小朋友會 是啊 好 五月中還有假放開打機 不要打那麼多機 讀書 今天他們會進行第四次的緊急會議 希望將緊急狀態令延長到六月二號 即是大概四個星期左右 咦 上次才說緊急狀態令去到二十八號 五月二十八 是啊 現在就去到六月二 其實呢 其實為什麼呢 兩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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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呢 當然跟大家出糧的兩期 很多時候都有關的 還有呢 可能跟工會上面一些的規定 是 有關 所以他們呢 不是一去就一個月了 是逐個禮拜 逐個禮拜 來計算 其實都好的 如果整個月 譬如那個疫情期間可以提早放回去 是啊 我們不用等那麼久 其實這次呢 我都覺得呢 真是很辛苦 就是那些政府人員 醫務人員 還有一些還在開業的商舖 是 很多商舖呢 它不能夠在疫情期間停業的 不然我們整個生活都會癱瘓 其實都很感謝他們 繼續去開業 是啊 這樣說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批評政府 很多時候都會批評很多的有關人士 就是他們的做法 但是這次整體來說呢 我想他們的重大的光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大家安全 是的 減少了醫護人員那種的困苦 大家都知道 經常都說不夠這樣不夠那樣 但是呢 如果政府希望大家遵守這個條例之下呢 絕對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是 而安省的衛生廳長呢 就是葉麗亞也都說了 省府將會推出33億的保健資金 你想想 33億啊 是過去10年裏面呢 最大額的投資來的 就是我覺得這樣 是一個好事的 而且呢 這個投資呢 是為將來 不是為現在的 嗯 與此同時呢 其實安省政府呢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 其實令到庫房收入減少 支出增多 是一定的 但是這樣說 他真的幫助很多人 希望過了這個難關之後 又要為你賺錢 我只問 錢呢 那個稅本可能 我們將來都 我們要努力去工作去交稅 去還錢 對 大家一起還錢 是啊 其實很簡單 這個世界是這樣 大家賺了錢 就給政府 政府呢 在必要時就用錢 好像最近 剛剛今天看到的數字 就說安省的財赤 嘩 很厲害啊 是啊 可能是453 我最初以為元 是億元 我想不會吧 其實450億呢 是多少個零呢 我這些不太會計錢的人 是多少個零呢 十個零 十個零 是吧 怎樣都好 這個就是財政的重要 如果他們說 復蘇呢 如果障礙的話 怎樣呢 如果有生產可能 衝破大關 是 或者是 在 2019年的40.1 這個債務比例 是 衝上去驚人的52% 唉 沒有快 緊急救援 是 你說如果 亂花些錢 吃喝玩樂 或者只是幫社會上 某一個群體 你就會很生氣 大家看到 接近很大部分 很大部分 都受到那個幫助 我們經常聽到 以前 疫症未出現 經常批評政府 這個電費 哇 那個人工這麼高 這個人工這麼高 或者那個陽光名單 是啊 一見到就發火 不是陽光 是 很多地方都說 很多人都說 喂 政府 政府帶頭 全部 削減薪金 這樣 我覺得 這樣又不太好 因為 有的意思是 要削減薪金 你呢 你自己 又不斷亂花錢 那又怎樣 是吧 其實另外一件事 先講到 莊德利 莊德利 會推出全新的 shop here的計劃 就是幫助一些 企業 開設網上商店 是 但是這樣 如果人人都開網上商店 是方便很多 那些實體店 怎麼辦呢 其實一樣有的 有的 沒那麼旺 還有 因為社會上 有不同年代出生的人 有很多年代出生的人 是不懂用這個網上商店 那也是 還有不喜歡 但是這樣 我看到很多人 怎樣說 他有個網上店 有一間小小的實體店 是 那小小的實體店 其實我現在在黃虎井直播室 其實都有一些 準備開 現在不能開 準備開的一些網上店 的附設實體店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東西 你真的很想摸一下 那個質地 是呀 那麼貴 值不值呢 或者那麼便宜 那麼便宜 看看 有時候人 去逛街 摸一下 你的東西 是一個好享受 覺得過癮一點 是呀 好像我們現在出了去 這個社區 走進社區 服務人員 這個概念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好 就是覺得 電台好像有不同的感覺 是呀 沒有新機 沒錯 沒錯 我自己來說 我有個老套 我兩樣都喜歡 老一套 即是老套 是的 我又喜歡實體店 去看一些東西 試過之後 就覺得 這間公司的尺寸 就是這樣的 即是說 心裡有數 以後 這間公司訂東西的時候 就找尺寸 一定沒錯 但是 原來發覺 有些牌子 是尺寸 雖然不同 某某尺的標準 但原來穿上身是不同的 當然不同 是的 我們的加拿大尺寸 我講 就是 我講穿衣服 對 同一個尺寸 即是說 不同牌子 同一個尺寸 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當然有 你知不知道 好像我們的標準身材 加拿大大馬 我們是keep fat 不是keep fit 你知不知道 買了一些東南亞 即是香港、中國製造的 那些一定不行 你知不知道 那個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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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6個X 是多到你可怕的 6個XL 原來 你也知東南亞在香港的人 哇 那條腰這麼小 是的 你們叫做中馬、大馬 但占你這條腰這麼大 那還可以數個X 6、7個X、X、L 是啊 很奇怪 不過無論如何 去完摸完 你會覺得心安一點 不適合的話 例如去換 容易一點 因為在網上去換的東西要寄回去 那就要搞大量的功夫 其實很煩 而且不開心 當你收一個網站寄東西來 買到東西寄來 開箱那一刻是一個驚喜 開心 幾時都是 一拿出來壞的 拿出來爛的 不適合的 那你就會即時的心沉下去 我們看到很多Facebook說 某某 穿得這麼漂亮 這麼Sexy 一穿上自己的身子 又肥又難看 多肉酸 那怎麼辦 其實這樣說 有間實體店 都可以幫助助市道繁榮 是啊 是好的 譬如現在黃虎井 無論是租或買店 都有一個很大的優惠 所以如果你說我是經營網上店 但又想用少許的錢 即每個月用少許的錢 開間實體店 其實都會有 因為有些店舖100呎 或100呎以下 說真的 人們都以為 太錢很貴很貴 一些都不貴 我有一位朋友 他真是客人 講講這個字 是不是 好 他在黃虎井拿了一個店 大約80至100呎 我甚至不知道 總之是100呎以下 他租了之後 誰知被人拆盡了 其實買家也很開心 為什麼買家呢 一買的時候已經有租客 沒錯 雖然 因為他進來時 給了很多個月的免租期 新的業主都仍然還給回去 但之後你還要幾年租收 對嗎 對嗎 另一種業主就說 咦 現在你租了我 管理費就由你付了 對呀 誰用誰付 管理費 由他付了 業主現在韌韌腳等 這間店舖一直升值 其實買是升的 因為現在他買 當時買的時候 剛剛上幾個星期 推出半價 即是舖位半價 即是升了 但租客又有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租客 其實你80至100呎 原來是200多元管理費 說200多元不是近三字 而是近二字頭那一隻 你想想 如果一個新開業的朋友 用這麼少的錢 在業務館 可以有自己發展自己事業的地方 哇 多好 好 到你再找到多一點點 之前多一點點 你不可以 我學邊學 看到也開心 投資 投資當然要講很多時間 時間等等 大家要問清楚 或者不要浪費時機 因為這個時機來的時候 就相當好 嗯 好 好了 時間差不多 今天是不是 還有少少的 是的 我們都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各位到明天再見 那我就先 抱退 抱歉時間交給你 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晴天陰天新一天》 明天早上